选手受伤他就会说 那你先去看医生 有钱吗 把钱拿去 他讲话其实说好慢喔 我说你不是VIPER吗 我喜欢尝试不一样的吧 真的很不一样 很不一样 因为很多人都会说 这不像你 可是我会觉得 这样很有趣 我喜欢 因为他会觉得第二届的水族 跟第一届的水族 是不是更厉害 我觉得是 虽然我一直觉得第一届 你很难去超越 因为他毕竟是炒创出来的 我觉得那个对大家来说 都是很不容易 可是第二届大家至少一个 好像一个model在那边 所以大家都是有准备的 所以他们第二届很快 很多成绩都已经在陆陆区被打破 那选出来的队长是你第一人选吗 我内心没有特别的人选 但是我猜大概就是静伦 因为静伦的运动能力最好的是壮游 那第二个的话就是小刀 小刀是我们这里面最年长的 那后来我是经过那两三集之后的录影 我发现小刀很特别 他非常的温暖 这跟他的外型很不搭嘎 而且他讲话节奏好慢 我说你不是rapper吗 哦 我有rapper的时候才会过 选手受伤他就会说 哦 那你先去看医生 有钱吗 把钱拿去 然后再说 就是扮演这种东西会一直不断的去提醒大家 或者是在团体里面 很多的很多的声音是 我对他是比较意外的 所以我觉得也很顺理成章的 他就是成为队长 然后我学校的学校看到他就是尖叫 他说好帅 后来我心里想有吗 我们这一切 我们这一切好 我们要比第一切帅 哈哈哈哈 后来也真的看到他的帅气 我们这些项目必须要额外花费的 之前第一季的时候有我们队长 呼吕威武这个高富帅 高富责 这次就是有三个鸽 春鸽 骨鸽 刀鸽 三个鸽就把好 所以我就觉得很棒 就这个团体很棒 我就是负责找人找场地 找教练跟陪伴 这有特别单听谁吗 一开始就是想到啊 因为就有一些 可能语论会觉得就是说 他受伤这个部分 但实际上我觉得这一路下来 他练习很少学习 他投入的 非常投入 而且我没想到说 现在很多的项目都 非常要依赖他 你看保龄球 我觉得一举就把那个四切也拉起来 他自己内心也非常非常的高兴 透过运动这个项目 我觉得让他 不只是重拾他的一个自信度 也让很多人都逼走 女生的话说实在的是嘉威 那因为嘉威个子小 然后在整个测试上面 还没有找到他最强项的部分 但是我觉得他也蛮感动的 就是他非常非常的努力 因为他自己 他说以前他在马拉西洋念书的时候 体育课根本就是在休息的 他只要从事这么多的运动项目 对他就是非常非常陌生的 所以我们现在都教他 他因为很紧张 我们就唱歌 心在跳 就飙一下高音 把那个自信度找出来 所以让他们在暗示 处理好 时准备 不是